大家好 我是 phd 威乐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带来一期论文精读 今天我们来读的呢 这个文章呢 叫做port night 他做什么事呢 他是使用deep learning 对吧 在一个3d的这样的一个点的 这样的一个点云上面 进行了一个classification 和一个segmentation 就是这个是分类 然后这个是把这个数据给他分开 就比如说一个椅子 那个椅子 他有椅子背 他有椅子的这个面 还有椅子的柱 对不对 还有比如说桌子 桌子有桌子的面 还有桌子的腿 他能够进行一个分开 segmentation 就是进行一个切分割分 那么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chai gpt 怎么回答这个东西 做的件什么事呢 他讲说啊 这个文章讲的个东西 叫做port night 这个port night 可以直接去处理 这样一个点云的数据 用于3d的这样的一个分科任务 那么之前的时候 大家是怎么去处理点云 这个数据的呢 那这个点云长什么样子呢 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点云的样子 所以就是一大堆的点 这些点呢 组成了这样的一个物体的 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就是这个点云的 这么一个具体的样子 那么之前的时候 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面呢 给他这个网格化 就是把这一个 因为他是点云 他没法处理 他都是一些点的坐标嘛 那怎么办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 比如说512乘以512乘以512 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 3d的这样一个网格 然后把每一个点呢 都给他放到这个网格里面 那有的网格呢 他是有点的 他就那个地方打个勾 没有点的话 那个地方打个叉 对吧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3d的一个点云 变成一个3d的CNN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 但是这个方法呢 肯定是有问题的 肯定是不好的 那么来说啊 他使用了一种新的 这样的一个神间网络架构 那这个网络架构呢 他能够直接消化到 这个无序的点击 而不需要把它们转换成 一个3d的 这样一个体速的网络 体速就是我说的 那个3d的CNN的 这样一个形式 所以这种方法呢 第一个件事 他减少了计算量 并且呢 如果你要进行一个3d的网络的话呢 你不可能把它变得很大 你变成512×1 512×1 512已经很大了 因为你要知道在ImageNet上 他处理的是2824×2 24×3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你现在变成了512×512×1 512这样一个数据 但这个数据量 可比之前那个ImageNet上面 处理的数据量可大多了 在2017年那个时候 你的显卡可真的是吃不消啊 是不是 所以怎么办呢 他呢 就用这种方法 这种新型的网络 直接去处理这种XYZ坐标 那么处理XYZ坐标的话 他的数据量呢 就被减小了很多 并且呢 他这样的话 如果你要3d的话 他不能做得很大的话 他有一个量化时针的问题 就是你把每一个点 都变到512分之1的 这样的一个量化坐标上 本来这样点云 可以是123.45678910 可以后面有小数点之后 有12倍的这样的一个浮点数 你现在变成了一个3d的结果 那你的结果就 你就和你就变得 他这个精度就明显差了很多 比如说原来可能是 能精确到小数点之后12倍 现在你只能精确到512分之1 那你这个差了很多 那么第二件事 就是对于输入的 这样一个置换的无变性 也就是说以前的时候 如果你要使用这样的话 他就是把点云的 变成了一个没有这个 如果你要使用3dcna来处理的话 就把这个点云的 他不再去 他就是没有顺序的 这个点 其实他可能还有点顺序的 这样一个问题 是吧 那么他一个顺序 就有一个不变性 那么Pornet就尊重了 点云值点的集合这一事实 也说的一个顺序 在这个里面就有一点被考虑 但是也没有被考虑的很具体 所以说Pornet 他又考虑了这个距离 但又考虑这个顺序 但就没有把这个顺序 变成一个像RN一样的 就是只考虑顺序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他相当于做到一个平衡 他用了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mlp的这样一个网络 就可以把这个位置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以解决掉 第三件事 对他钢体运动的不变性 那点云中的网络 能够进行某些变换 比如说你这个椅子 你拍的时候是从后面拍的 或者从侧面拍的 那么他的拍的 如果是你用CNN这样方法的话 有可能他就没法去进行 一个有效的识别了 但是Pornet 他对于这个网络的有些变换 比如旋转或者平移 他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不变性 但我们看看他一会儿 是怎么用Transfer 这个Net做到 然后第四件事 就是他有全局和局部的 这样一个特征学习 他使用了一些对称的函数 比如说最压实化这个方法 提取一些信息 所以说他可以去做一个全局的 或者局部的特征学习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那么还能提供一些分析 比如说可以 有些点云收集出来的时候 他可能收集的不太好 比如说椅子点云收集的 可能那个腿 他就比较糊 就没收集到很多的点 那么他对于这种东西 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 还有比如说 他可以做一个直观解释 他可以做神经元的 3D的可视化 那么这些东西就不是特别重要 主要是前面这三条四条 比较重要一点 那么来说 比如说一个文章 你写文章的时候 他一般会写一个based line 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文章 和别的人的文章去进行个对比 这个based line一般真的很有用吗 其实有的时候不然 因为based line 在写文章的人 肯定是对于这个领域 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based line 他在选的时候 有时候选一个不怎么样的 或者选一个 这个based line 可能这个方法很好 但他这个术语极上不好 这样就凸显 他自己的文章非常好 所以based line 这个东西 有时候没用 比如说这PC这个算法 有两种可能 一种算法 就是这算法是个经典算法 他去拿经典算法去进行对比 那么这个算法 可能就不是效果特别的好 还有三种可能 还有可能就比如说 这个PC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本来就不是特别好 还有可能就是说 PC这个方法 他挺好的 但是在这个术语极上 他表情的不好 但他们的东西 是真的他们自己的术语 去进行设计 所以它的效果都非常好 所以说去对比based line 有时候不是很有用 based line有时候 他看到效果好像是很好 你看加到18.8% 但这加到18.8% 他可能是和一个特殊条件的 这样一个值去对比的 有时候评委 当然这个不能去和太大的东西比 比如说你拿今天的网络 拿2012年的网络 和今天的网络去比 那就比较太扯了 但是他找的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去对比 一下就突显 他们的东西很好 所以based line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很有用 那怎么办 所以说普丁斯顿就发明了一个方法 叫做model net 40 这是一个术语极 就跟image net的术语极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把所有的方法都在这个术语极上进行测试 看看他们的准确率是什么样的 那么他准确率越高 当然越好 就排到越上面 对吧 那我们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有效性的这样的一个排名 是吧 那你看到这个pornet进行的一个综合的排名 他是大概排在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他排名的是比较靠下的 那这个东西它有没有效果 你可以去看看model net 40 这些网络有可能我们有些网络会拿出来给大家去讲一讲 这些网络还是挺有意思的 可以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解析 那么这个网络 这个竞赛跟image net的一样 他到了2019年的时候 他就停止了 你看2019年的时候 他就没有了 后面就没有再进行 再进行这个新的数据了 所以说呢 这个数据呢 他停留在了vit这个东西出现之前 这是vit vit是202年年出现 在202年年之后呢 出现了大量的这种使用transformer来工作的这样的 pornet porn cloud这样的处理网络 所以说呢 这个里面的东西呢 主要都是CNN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CNN和RN时代的故事 那么呢 到后面的这个呢 他就要找到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机 就是说像image net这样的测试机 来给大家去演示哪个是更好的 哪个是不好的 那么之后呢 我们可能会也会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最新的使用transformer 或者说以后使用更高级的这些网络 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页呢 就是pornet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网络 我们来看看pornet这样的一个网络是怎么做的 首先他先输入一些点 把这些点呢 就是xyz坐标 所以他一共有n个点 每个点呢是xyz坐标 所以一共是n乘以3这样的一个数据 他经过了一个叫做transformnet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呢 可以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平移啊 或者一个旋转啊 或者一个什么皈依化进行处理 那么他就可以让这个home的网络呢 去不至于就是说梯度爆炸啊 还有就是说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那么他的就是一个转换器 就相当于是两个火车 他中间有一个车子的连接器 但是这个数据传过来呢 就能比较平稳的传递 那么这边呢 抽完呢 还是一个n乘以3的这样的一个size 然后他经过了一个shared waste的 这样的一个mlp的网络 他每一层都是shared waste 每一层的这个权重式共享 但是呢 他呢 是64这样一个size 那么shared waste的好处是什么呢 64乘64这样一个size 那shared waste这样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他可以比较大的节省内存 他可以节省一些内存 他不是让这个网络崩掉 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 你也是让那个时候显卡 应该就是1080Ti那个级别的 也就是11个G的样子 所以他那个大小呢 不是很大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大家呢 就是用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省的 然后他出外出外以后呢 会变成一个n乘以64 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为你是mlp嘛 对吧 那是n乘以64这样的结果 然后这个结果呢 再经过一个这样的transformnet 那再经过这样一个transformnet之后呢 他呢 就是更好的去和后面的进行连接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开始要进行segmentation了 所以我们再进行一个transformnet 那这个transformnet呢 依然是64乘以64 这样的一个大小 所以输出了之后呢 就变成了n乘以64这个样 他输入之前是什么样 输出之后还是什么样 这个net呢 只是去进行一个规议化呀 还有一些停移旋转这样的操作 是吧 那这个东西呢 出来了以后呢 他还再经过一个他们的mlp 所以他们这要有一层mlp 这要有两层mlp 他就把它变成了一个n乘以1024的这样一个值 所以这个值呢 变得非常大了 那这个值呢 在经过一个最大值化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global的这样的一个feature 那这个global的feature呢 就包含了这个组整个的网络的一个 其实是包含了一点有点attention的那种感觉啊 因为他有一个max pooling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点的attention的感觉了 然后呢 在经过一个mlp之后呢 最后得到一个输出 所以说他是进行一个k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输出 那么就是可以分成k类 比如说有椅子桌子 还有什么电脑 还有还有这个茶井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帽子 对吧 他可以做一个k的分类 那么这个呢 是分类的这样一个网络的一个具体的运算 底下这个呢 是一个切分的网络这样一个运算 他把这一部分呢 提许出来 然后呢 把最后的global feature呢 提许出来 把他们俩拼在一起 然后再经过一个mlp 对吧 mlp以后呢 他会得到一个n乘以18的这样的一个维度 然后再经过一个mlp 它会 它是一个128乘以m的这样一个维度 它都会得到n乘以m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说了 我们输入了n个点 对不对 然后我们最后呢 这个segmentation的时候 你要分成m个东西 比如说一个桌子 分成桌子的面和桌子的团 那么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经过一个one hot encoding的这样一个值 所以说我们把每一个这个point都放在了某一个 把每一个point都放到某一个类里面 一共有m个类 那么之后我们来求一下argmax 就可以知道每一个点属于哪个类 然后把那个点在那个类上面进行一个特定的着色 就可以把这个桌子的面和桌子的团呢 给它有效的给它展示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pole night这样一个架构 你看这地方用这个mix pooling 其实它就有一点点 有那么一点点attention的那种影子在 但是它呢 还不是通过attention来做的 那么我们之后以后会给大家讲讲 通过attention这个方式来做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tnet 就是transfernet 这个net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输入的时候呢 对于把点云进行一个仿射变换 就最前面这个地方进行一个仿射变换 将于它可以更好去fit后面的这个网络 那后面这个地方呢 也是这样的 去做一个对变换来对齐这样的一些特征 那么对齐了这个特征之后呢 它就是它能够让后面的这部分呢 进行一个更好的处理 那么这个地方呢 其实有点像一个autoencoder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其实是其实里面是cn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能够让这个结果呢 就是进行一个进行一个规议化这样一个操作吧 那么这个部分呢 讲的就是说它这个网络的这个具体的架构 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刚才我已经把这个基本讲了 它有两种任务 就任务是进行分类 第二个任务是进行这样的一个图片的 这样的点云的这样的一个分割 那么来看一看它做的是什么样的啊 就是说polynite 它做一个什么事呢 第一件事它是做一个分类 那分类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东西到底是个啥东西 对吧 这东西是一个茶杯呢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说这东西是个茶杯 对吧 这个是个桌子 这个是个汽车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做的一个就是说要进行一个拆分 那什么拆分呢 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 我们这有一个灯 对吧 我们把一个灯呢 给它变成一个灯的这个灯罩 还有一个灯的这个杆 桌子变成一个桌子面和桌子腿 那这个呢 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东西的话 是我们一个小的模型 是吧 那我们在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场景中 我们有一个真的会议室 我们在会议室中 把这个椅子啊 还有这个墙啊 黑板啊 都给它进行分开的话呢 它就不能在这个上面去进行 因为这个上面是一个非常小的 这样一个数据 那么它就在一个真实 一个实战的这样一个环境上面 去进行一个 segmentation这样一个操作 所以它要把这个图片呢 要不然是进行一些分割呢 要不然是进行一些毛框呢 对吧 用这些毛框 把它一个一个的切开 这样去进行一个一个的处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处理出来的一些结果了 比如说我们这有桌子 对吧 桌子的话 它这个腿和面能分开 然后茶杯的话 茶杯的bar和它的杯子能分开 当然你看这个效果 还是不是特别好 然后这个是个吉他 对吧 能把吉他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 椅子分成类别 帽子分成类别 对吧 这个呢 是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输入 那什么是部分的输入呢 就是说 这个桌子呢 它本来应该是个完整的桌子 但是呢 我们去人为 它删掉的其中20% 或删掉的30% 它就看 它最后的效果是怎么样 比如说motorcycle也是这样 你看它这个东西不完整 那么这边呢 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情况 那完整的情况的话呢 它你看这个做出来结果是非常好 不完整的情况 做的其实也非常好 像这个地方呢 它也是能够有效的去识别的 但你看这个杯子 可能就识别的不是特别好了 但是后面的网络 会进行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改进 那么来看看 它其实有很多的方式 是吧 就是有不同的方式 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点缘 然后之前呢 有很多很多的网络 他们会有一个不同的模式 比如说这个呢 是通过mash这样一个情况 mash呢 就是说把这些面给它做出来 然后这个是通过volume volume的话 就是3D的这样的一个体速 的这样一个形式 这个是通过imash 把它变成一个图片的方式来做的 他们这个方法是直接在点上去 进行操作 那么效果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样讲了这么一样的事情 那么呢 你看这个是它和其他的网络 机器人对比 比如说三体CN 那和他这个网络对比 你看它的效果呢 就变得比较好了 那么当然是这样了 但要是效果不好 他也发不出来这篇文章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segmentation的 这样一个任务上的 这样的一个对比 它的效果呢 也是比较好 这个miou呢 iou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原始 比如说我们有一只猫 对吧 猫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先框出来一个猫 对吧 那我们把我们先框出来一个猫 和这个真实的这个猫 应该在的位置呢 中间呢 去算一个它的面积多少 它重合的面积的百分比呢 就是它这个iou的这样一个值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说 哦 我这个po9的这样一个效果 是什么样的 你看po9的效果呢 还是不错的 这样一个任务 所以这iou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任务 它是一个不同的任务 那么来看一看 在真实的情况下 处理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就是一堆的点云 对吧 这是一堆的点 在这里面都是一堆点 只它这个点呢 还有一个颜色 所以说呢 它能够让你看到 就是说这个图是什么样的 它没有颜色的话 这不是一坨了吗 所以说呢 做完以后呢 你看能看 它能够比较有效的吧 这个里面的这个物体呢 进行一个分类 这个地方呢 也能进行一个比较有效的分类 对吧 每一个屋子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都进行一个有效的分类 那么这个呢 对于以后的激光雷达啊 或者一些别的东西呢 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电子雷达 那么这个图呢 就有点像 这个图是一堆点啊 它不是说这是一张平面的图片 它是一堆点 所以它就有点像这个 大丸岛的新鲜下午这幅画一样 这幅画呢 是一幅点染画 就是说它是拿一堆点奏出来的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一堆点 它都是拿点一个点 一个点一个点 这么去站出来的 这样一幅画 这幅画我还真见过 是吧 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那门票还挺贵的 当时进去真的看了一下 它里面有 不光有这个乔治修 应该乔治修拉的这幅画 还有一些梵高的话 那是这个馆的镇馆之宝 这幅画也算是它的镇馆之宝 是一幅挺有名的画 如果你以前学美术的话 应该可能学过这个画吧 可能这个画很有意思 它都是拿点点出来的 有时候我们还让我们自己去 让学生自己去仿照 拿这个棉球和这个颜料 去站出来这么一幅画 看看会怎么样 好 那么我们讲了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回应该我还讲一些正经的东西 就是拆GPT进行了一个解释 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暂停看一下拆GPT的解释 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在处理点云的时候 它是一堆的点 这些点输入的时候 可能是乱序的 可能是有序的 如果我们要是就是通过 RN这样的方式去处理这点 因为你看这个地方是 每个点的XYZ坐标 对吧 然后放到一个MLP里面 然后之后再放到一个 RN的这样一个网络里 那如果我是要把这个 这个东西放到一个 RN的这样一个网络里 会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有可能我们输入的是个乱序的 那输入的是个乱序的话呢 这个RN呢 就会产生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乱序的嘛 所以说RN这个网络就 它是RN是要求有序嘛 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 严重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点 直接放到一个MLP里呢 会怎么样呢 那是可以的 但是它呢 缺少了一种 缺少了一点点这种 其实缺少了一点这种 有点像Attention这样的机制 所以Mike's Pulling 其实是有点Attention这样的机制 它缺少了一点 有点像Attention这样的机制 所以说它的结果呢 所以它的结果呢 就不是特别好 并且呢 这样去处理的时候呢 它呢 是经过了Saulted的这样一个方法 经过Saulted的这样一个方法之后呢 它呢 其实就把这个点的原始的 这个潜在顺序 把它进行破坏了 破坏掉之后呢 这个如果它是还有一些顺序 在这个点里面的话呢 它就会被完全的扔掉 会破坏掉 那破坏掉的话 我们就丧失了一部分信息 所以Paul9使用了一个什么方法 就是它是XYC走标 XYC走标 它把它放到MLP里面 然后它经过了 这样的一个MyXPooling之后呢 其实是做的一点点像Attention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具体叫什么 或者叫做叫做Dropout这样的东西 把你们很多的没用的信息都给它删掉 看看它你们最大的这个最关注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有点像Attention 然后呢 最后再输出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它的效果呢 就会非常的不错 是不是啊 哦 这个地方它真的是Attention 对吧 是有点像Attention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你看这个 它们这个Accuracy呢 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它加了不同的层之后 你看加了是用MLP对吧 Unsaulted是24%的这样一个结果 Saulted是45%这样一个结果 LSTM是78%这样的结果 因为它这个点有时候乱去的嘛 所以LSTM有时候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它将进行Attention Sum之后是这样的结果 Attention AveragePooling之后是这样的结果 它经过最后这个MaxPooling之后呢 是87.1% 所以它们是经过了一期的测试 对吧 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架构 测试完之后发现 然后它们这个MaxPooling就是又包含Attention 然后又包含了Dropout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它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 这就是斯坦福这篇文章的Pooling使用这样一个实际的架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另外一件另外一个操作 就说它们想找到这个点云中啊 这个比较至关重要的点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这样有一张图 这是个桌子的图片 对吧 那它为了让你能看清楚更好看清楚 它就把这个图呢 给你变成了一个 用Jet这个方式给你去渲染了一下 相当于就是让你能看到Jet就是那个CMAP吗 就是从红色到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渐变的这种颜色 用Jet这个方式呢给你去渲染了一下 然后让你能看到这个这个东西 对吧 要不然的话它就一堆都是黑色点 你也看不清楚是什么样 所以它用Jet给你渲染了一下以后呢 它呢用Pool9去提取了一下 在这个原始的Point Cloud之中的关键的这些点 然后这是它关键的点组成了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可以用关键的这个这些关键的点呢 再去重建这个平面 我会发现呢 用关键点重建平面的这样一个任务呢 其实它还是能够比较好的去重建这个结果 它以为detail确实是没的 但是呢 这个图呢 还是我们能看出来这个桌子能看出来这是个手枪 能看出来这是个台灯 能看出来这应该也是个台灯 所以说Pool9的这个做这种任务呢 还是蛮强的 当然这是2017年的work啊 那个时候 这是已经是最强的结果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去讲的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一段 如果你要是看不太懂的 听不太明白的话呢 可以在这里暂停一下 看看拆JPT是怎么解释的 那拆JPT呢 它对于这种老一点的文章呢 特别好的解释 其实它对于新的文章的解释呢 也做的非常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拆JPT 还有我们说的Copilot 这样的模型呢 做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我呢 我上周去参加了一个会议 那个会议上 大家就去对比了一下 一些不同的这个网络 比如说这个Google的Jimmy 那Google现在确实是没落了 Jimmy的效果确实是非常差 这个我们进行了一些测试 有个文章是进行一些对比 他做了一个任务的对比 发现Jimmy的效果呢 确实不太好 然后拆JPT的效果呢 是非常不错的 拆JPT4的效果是不错的 最好的可能是Copilot 因为Copilot它其实是在一些更加科学的这样的东西上去训练出来 所以它的逻辑性能做的可能更好 那么我们期待以后 是不是IBM1这样的模型 也能够展触一下头脚 就是苹果那个模型 我真是讲过 但如果它哪天要是开源出来的话 给大家能够用上的话 不是开源出来 就是给大家放出来 能带大家去订阅使用 或者是免费使用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我们再期待一下吧 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图 它上面有很多点云 我们去找一下那个图 这个图 就是说呢 我们在拍摄点云的时候 有时候点云呢 是有些缺失的 因为有些地方呢 可能被遮挡 或者有些地方呢 它可能那个成像的不太好 那个地方呢 就没有被拍进去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只有部分点的点云 你看这摩托车的轮子少了一个 只有部分点的点云 它的这个处理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模型和别的模型比起来是怎么样的 它之前有个叫Vox VoxoNet这样一个网络 它是去处理3D体速的这样一个网络 VoxoNet是处理 直接处理点的XYJ坐标的这种网络 你看当这个missing rate越来越高的时候 就是当这个图里面这个点的这个数量 越来越吸出的时候 就是丢了越来越多点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Voxo这个方法 它的这个下降呢 非常的快 很快就不行了 但是VoxoNet呢 它到了 你这个地方就全都丢了 一点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段可能丢了95%的样子 就算丢了95% 它可能还能有35%的准确率 所以这个PolNet确实是个很厉害的东西 当这个点呢 它不完整的时候 它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PolNet 我说了 它还可以做一个可解释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它解释什么工作呢 比如我有两把椅子 这是一把椅子 这是另一把椅子 然后我就需要去把这两把椅子 之间的这个点呢 进行一个对应 因为我想知道就是说椅子辈是哪里 对吧 椅子腿是哪里 那PolNet呢 它可以去比较好的去做一个对应 所以它这个样子展示20个 这样的一个Pair的一个对应 PolNet可以把这个有效的 把一个椅子上的一个信息和另外一个椅子上的一个信息呢 给它进行一个比对 对吧 所以PolNet做这个方面的事呢 还是很厉害的 它还是能做一些复杂的任务的 另外一个事呢 就是它想去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模型的大小 对于它最后的一个准确率 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你看这个是模型中的点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那点的数量越多呢 它肯定是效果越好的 因为它提供的信息量是越大的嘛 它是通过降材上做掉的 所以说会丢掉一些有效的有效的信息 比如64个 它就丢掉的信息太多了 比较差 然后你看PolNet的这个size呢 它当然它是越大的时候 它效果越好 它也不是越大的时候效果越好 你看2048这个上面 因为2048这个模型 它已经非常大 所以当你这个把PolNet的模型 这个size调的太过于巨大的时候 它就会发生overfitting这个问题 它会过拟合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是比较好的 但是到更大的时候呢 它的效果就开始逐渐的下降了 所以说对于这种大的这个东西呢 可能在里面还应该加一些dropout 或者说就是说去控制一下 这个PolNet这样的一个大小 不会让它这个模型过拟合 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件事 就是说我在进行表面重建的时候呢 那么我用这个PolNet做一个prediction 这是原始的结果 这是表面重建的结果 它这些东西呢 是它这个地方的发向量的位置 也说啊 比如说我玩游戏的时候 知道一个叫发向量贴图的东西 那就是说我们一个平面 对吧 我们现在有一个平面 这个平面呢 有一个垂直于这个平面的方向 这个方向叫做发向量 所以这些话都是发向量 你看马桶的这个盖呢 它就是向上了 对吧 马桶的边呢 就是向侧面的 然后马桶的这个水箱呢 就是向前的 因为它这个面呢 是这么一个面 所以它这个这个 这些针的位置呢 就是去垂直于扎在这个面上 这样一个针的位置 那么你会看到 就是说PolNet 它的这个针的位置 它这个PolNet 这样的一个生成出来的结果呢 和原始的结果呢 它还是有些区别的 但是呢 它呢也比较的准确 你看这些该竖着的地方呢 它也竖着 该横着的地方 它也横着 可能这个飞机呢 有些面呢 这个这个翅膀呢 有些地方呢 它比较乱 所以它可能就生成的不太好 但是你看呢 它能够基本上 比较准确的生成一个 法相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个 用这个PolNet 来做一个表面重建呢 其实也是一种可能的事情 当然我们之后 会有更厉害的网络 来做表面重建 以后我会给大家 去详细的讲一讲 那么这个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了一篇 2017年的斯坦福的一篇文章 是一篇非常经典的 这样的文章叫PolNet 那么在之后的视频中呢 可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PolNet加加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就是说 它的PolNet 它进行了一些 更深入的改进 把PolNet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给并棄掉了 并且让这个网络 能变得更加灵活 那么呢 我们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大家呢 不要忘记点赞 收藏关注 并且呢 在bilibili上的话呢 记得要加一下群 那我们下期再见